大家好,这节课和大家分享网站服务器和虚拟主机 每个网站都会用到主机或者是服务器 不管你用的是不是WordPress都会用到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 WordPress商业主题 那些功能比较强大的主题 比如说Avada主题 还有那些功能强大的插件 比如说商城插件WooCommerce 它们对主机环境的要求都比较高 因为这些主题和插件的功能强大 而且有很好的可定制性 需要一个强大的基础做支撑 那么在这里和大家普及一下网站主机服务的基础知识 网站是由一些文件组成的 网站运行需要特定的环境 这种产品在市面上有很多 比如虚机 就是虚拟主机的意思 云服务器 云空间 VPS 云主机等等 其实都是同一类东西 主要区别是配置不一样 下面介绍一下网站的服务器和主机的工作原理 网站使用的服务器和家里边的电脑其实差不多 都需要安装操作系统 比如说Windows或者是Linux 网站的服务器是放在机房里面的机柜里 几年不用关机 一直开机运行 服务器电脑也有硬盘 它可以创建很多目录 每个目录可以放一个网站 那么这个每个目录相当于一台虚拟主机 这些目录分别租给不同的用户使用 一台服务器可以分成几十个甚至几百个虚拟主机 每个虚拟主机只能放一个网站 如果是比较大的网站 它独享一台服务器 独自享用 如果更大的网站 它需要很多台服务器来运行一个网站 一般小网站 或者是我们自己学习用的网站 可以用最便宜的虚拟主机 每年二三百块钱 服务器也好 虚拟主机也好 它主要用来存放文件 这些文件 比如说Wordpress程序 主题和插件的程序 网站使用的图片 当然图片越多 占用的空间就越大 通常虚拟主机产品都是包含数据库的 数据库简单的理解 它相当于是一个池子 存放文本信息 比方说英文数字中文这些文本信息 但是不能存放文件 也不能存放图片 它不是一个TST文件 它是把这些文字放到数据库里面随时调用 我们用的Wordpress网站程序就是由这些文件和数据库组成的 这些文件 比如说里面有PRP文件 JS文件 HTML之类的 用FTP工具 一种软件了 把文件上传到空间 虚拟主机上去 刚才说过 服务器和电脑一样 都有操作系统 Windows或者是Linux Wordpress网站首选Linux操作系统 服务器上面也要安装一些网站需要的软件 才能够运行Wordpress 比如Apache PRP MyCircle数据库 这三个都是软件 Wordpress这个网站程序需要这三个软件才可以正常运行 如果我们选择的是虚拟主机 虚拟主机的服务商会替我们安装并配置好这些软件 如果我们选择的是服务器 这需要我们自己去安装配置这些软件 我们也可以在自己的电脑里面 比方说笔记本或者是台式机上 搭建一个网站运行的环境 用它来调试网站 等网站做好了 再把网站搬到服务器或者是虚拟主机上面去 在本地搭建环境需要一些技术基础 另外 这种本地环境就是本地搭建的环境 它与一些商业主题的兼容性可能存在问题 想省心还是直接上虚拟主机 因为这是早晚都要买的嘛 关于网站主机从哪里购买 买什么是有很多讲究的 在这方面的知识 我在Wordpress公共课里面有讲过 大家可以免费学习 关于网站运行环境主机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节课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访网站成法 我们下节课见 没关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